情人塔缓缓上升 淡水的美景一览无遗 也让孩子们充满惊呼 今天上午淡水相公综合职能科 特教班三年级的孩子们 来到了淡水渔人码头的五星级饭店 进行职场交流体验 消防表示在明年毕业之后 他们都将要进入职场 也希望只有这样的课程安排 让他们能够提早做好准备 我们希望带我们学校特教班的学生 来参观我们在地的福隆饭店 一方面让同学了解这饭店的设施 然后也学习整个用餐的礼仪的部分 然后包括搭乘情人塔 可以认识整个淡水 那我想这是对于孩子是一个 很大的自信心的 他们有机会去参与这个社区的一个活动 整个行程由立保文化艺术基金会 全程赞助招待 基金会表示 对于身心障碍者而言 要进入职场 往往最缺乏的就是一个机会 希望借由这样的活动 能够帮助他们把握通往未来的机会 那尤其在公益这一块 我想我们都很期望 很希望真正的落实 能够有帮助到这些小孩 让这些需要帮助的孩子们有机会 我想他们缺的是一个机会 一个平台 我相信有给他们机会 他们一定可以发展 有他们自己的一条路 一条更好的发展 所以我想在这边 要特别感谢立保 跟那个服务长饭店 提供这样的一个机会 那我们是希望可以的话 就是一个职场 因为我们这些特教的学生 最重要的是希望他的能力 能够自己独立 所以我们的课程 大概高三上学期 每一个礼拜有两天的职场实习 下学期可能安排到三天 那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们会针对服务长这边 包括餐饮 包括那个防务部 我想我们期望能够有机会 让我们的学生进来实习这样 而淡水商工也表示 在经过校方训练之后 这些特教班的孩子 绝对有重返职场的能力 因此也希望将来饭店 能够提供实习的职缺 为这些孩子们打开 进入职场的大门 以给他们一个自立的机会 记得陈伯伟 淡水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